欢迎收看赞美花园 我是苏慧玲 今天来介绍一首非常有名的合唱曲 《飞把我的思想称着金色的翅膀》 光听曲名就觉得好有诗意 是威尔蒂第三部歌剧《拿布国》里的曲子 到底是什么曲子 南圣诗班会在教会94周年的主日演唱呢 那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位作曲家 意大利作曲《加威尔蒂》 当他第一部歌剧大获成功后 后面迎来的却是妻子 及幼小儿女的乡妻过世 重大打击也让他无力于作曲 事业挫败 歌剧院经历的不放弃 再给他厚厚一叠剧本 躺在桌上都揭了一层灰了 有一天 他举上自己 瞥见剧本中非常激励人心的词句跟情节 一下子有了动力 在1842年写出了这部成名作《拿布国》 他除了是位艺术家外 更是爱国之士 是意大利人眼中的英雄人物 因为当时意大利受到奥地利的统治及拿破仑的入侵 他用他民族主义的宏观影响了听歌剧的观众 他人道主义的怜悯 作品中充满对被欺压者的同情 所以在他的作品中的主角常常是世锦小名 而非王公贵族 在五十余年创作生涯中 他对戏剧张力的要求 音乐内涵的谨慎态度 仅仅写出28部的作品 但至今人经常在世界各地上演 你能哼得出来的旋律 极有可能就是他的作品 《拿布国》跳脱 意大利之前美声歌剧 卖弄声乐技巧 剧情薄弱的陋习 加强剧本结构 显现人性的价值 首演时台前台后及参与排练的人 都惊叹不已 大获成功 《拿布国》故事是改编至旧约圣经故事 割据设定是在公元前586年 《拿布国》就是我们熟悉的 尼布·蒋尼撒王 他围攻耶路撒冷城 拆了围墙 毁了圣殿 犹大王国 这首选曲叙述 百姓被掳到巴比伦成为奴隶 所以我们称为奴仆之歌 他们爱妻 毫无生气地坐在巴比伦河边 想念家乡的风光 芬芳的空气 后悔失去 进而祈求耶和华的帮助 让他们再次复兴 旋律纯洁 娓娓道来思念 继而又激动而热情 合唱与乐团的对话之间 忧伤的流露 与对未来的盼望 威尔蒂用音乐团结了意大利 这首奴仆之歌犹如爱国歌曲 他们朗朗上口 如今被誉为是第二国歌 接下来就来听教会的 喜乐全员师班级 喜岸管寻乐团 演唱的这首奴仆之歌 第一段 终于原文是用意大利文表达 对以色列的思念 第二段是表现内心的悲痛 高牧师改为台语来表达 更进入那个情感当中 第三段是以色列人的心情 我们大胆用希伯来文来呈现 这也算是创举的首演了 当成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 寻找他 相近的时候求告他 一起来欣赏 飞把思想 趁着金色的翅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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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